新闻幕后说新闻这里是由TVBS连立媒体所制播的Podcast节目新闻幕后 我是洛洛塞扎路 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礼拜播了哪些特别有感的新闻 在这周大家可能是一切如常的感觉吗 后面要打问号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这个礼拜我个人觉得是烽火连天 我们在上个礼拜双十国庆之后 中共解放军就在这个礼拜一10月14号 清晨五点钟宣布对台展开联合力舰2024B军演 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发布了演习的画面 出动辽宁舰航母歼15战机还有军舰等等 那中共军方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图 秀出他们这一次军演的范围这个区域 就强调说这一次比之前还要更逼近台湾本岛 但国防部在隔一天10月15号这一天 也公布了军方这边征搜的共机共舰的航机图 所以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演习的范围并没有共军宣传的 那么样的贴近台湾本岛 专家就解析了这其实就是在打心领战 所以这一次共军的军演还史无前例的 透过了官媒央视来做独家直播 在一大早八点就说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在线观看 主要就是要对内对外刀加大他们的宣传力道 而在台湾一般民众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针对解放军又一次的军演 就以台股来做关卡指标好了 虽然军演当天一开盘是一度大跌了百点 但马上就有买盘来低档承接 最后收盘是上涨了73点 成交量是比较少 只有3144亿元 是10月7号以来的最低点 那这一次的联合力建军演一开始呢 只是宣布我们要展开了 我们清晨5点钟宣布要展开 但是那时候并没有讲说什么时候要结束 可是到了当天的晚上6点 就说我们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记得那天在播新闻的时候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 就有一种悬念 就是会两天吗 三天吗 五天吗 不晓几天 就没有想到就是24小时都不到这样子 早上5点开始 然后晚上6点钟就下班这样 那甚至是后续还被发现 军演的消息 在微博上的热搜也都被移除了 就引发外界好奇 中方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兵 然后又这么低调处理相关讯息 有专家分析 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度激化 美国大选选情 那刚刚讲到烽火连天 就是中东 还是相当的头很痛这样子 因为一直持续有新的一个战局 在展开那种感觉 就这个礼拜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当然就还是持续 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在挑战国际社会忍受底线 上个礼拜 以色列就袭击联合国驻 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因此了欧盟谴责 美国古包部长也跟以色列通话 强调说必须要确保联合国的 维安部队的安全 这很重要 但是以色列却反过来 要求联合国要撤离这个部队 而联合国这边也坚持 不会把维和部队撤出黎巴嫩的南部 以色列在10月15号 也加强了对加萨北部一个难民营 周边地区的攻击 以色列必须在未来30天之内 增加运送人道物资到加萨 否则有可能会影响到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而在美国警告的同时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是拒绝了在黎巴嫩停火 表示说真主党扬言要扩大攻击 所以这时候如果要停火的话 其实就是会让这个组织 会更逼近以色列北部边境 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在15号已经受访表示 说真主党高层 算算13个人当中 已经有11个人被击杀 只有两个人目前也是 生死不免的状况 所以几乎是全部剿灭了 接下来还有还没有解决 以色列又在16号 这是最新的 又去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城镇 一个叫做纳巴提亚的城市 是攻击它的市政大楼 结果导致市长还有其他15人 都不幸死亡 50多人受伤 以色列是跟美国已经保证了说 在伊朗部分的反击 只会限于军事目标 不会攻击石油或核设施 所以看到这个大乱斗 不晓得哪一天才会 花下休止符 那有太人跟阿拉伯世界 这种千年纠葛 大家一定会觉得 非常非常复杂 就理不清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 一位学者会在 下节新闻幕后呢 来帮助我们可以更了解 很需要耶 其实我又一直 看不太懂 你们到底是为什么 要这样打来打去 干嘛要这样大乱斗 对 一直你打我我打你 然后你杀我我杀你 而且我真的强烈怀疑 在台湾会不会以前 很多人会是 巴勒斯坦巴基斯坦都搞不清楚 就很像是以前 外国人可能台湾 泰国搞不清楚那种感觉 这个历史脉络 必须要稍微理清一下 在之前我们有提到过 现在全球四大军事热气 俄乌 中东 朝鲜台海嘛 现在除了正在打的 俄乌跟中东之外 还有这个台海共军军演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朝鲜 对不对 这礼拜有事 北韩也对南韩 这个开炸了 北韩呢 是在15号 展开一个爆破作业 炸毁了连接 南北韩的金义县 还有东海县的连接 道路跟铁路 那这个是在南北韩 以前一个领导人峰会 结束之后 象征南北韩合作产物 而且是在北韩的 请求之下 透过借钱的方式 跟谁借 跟南韩借 花了巨资 所新建出来的铁路道路 那么在北韩 架了这个南北韩的 陆路交通之后 南韩军方立刻就在 军事分界线以南 展开射击作为应对 在南韩边境的居民 就觉得很紧张 是要真打仗了 尤其比较靠近的 金基道 就对了五个地区 发布了危险警示 记不记得我刚才不是讲说 共军的这个历舰演习 在演习之后 那个消息很快的时间 微博热搜上 就找不到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南北韩 这次的事情也很特别 因为北韩开架了之后呢 包含提供给北韩人 看的劳动新闻 北韩的对外官媒 朝中社 甚至是朝鲜中央电视台 在当天的晚间新闻当中 也都完全没有 这个相关的讯息 官媒罕见噤声 南韩媒体都觉得 非常的可疑 看不懂耶 看不懂他们的操作 是什么对不对 对啊 想说这种不是就应该要 大肆宣传吧 对 跟之前金小胖的一些行为 也都不太一样 跟他作风不大一样 对不对 我想说 他最近大家是怎么了 你不管讲南北韩这个状况 或是在台湾啊 我们刚刚在讲的 那个共军的军演啊 我都发现心理战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现在 真的很有感受 就是会去加强这个力度 就是让当时的 这些区域 或者这几个国家的民众 心里头都会觉得很害怕 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区域的局势这么紧张 哇 很多地方都在冒火光的那种感觉 美国大选 对不对 也很快就要投票了 距离投票日只剩下最后的半个月 10月5号才投票 但是其实有很多州 已经展开了提早投票作业 所以有部分地方已经在投了 而且选民都很认真 很积极的去投票 像是有16张选举人票的乔治亚州 选务单位呢 就在当地时间10月15号下午 在社群当中表示 第一天的投票率已经是突破纪录 39个州提早投出来的选票 已经有500多万张 所以目前从已经开始提早投票的 这几个州看起来 确实是如此 大家就是我这票很重要 不能少 当时贺锦丽出来的时候 不是 先是一度大号 那时候民众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对 不是说民调一度就是挖又往前什么的 可是是今天吧 我就听到就说 其实没有 川普又上来了 对 这个礼拜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这样 还有包含 因为他们当地 美国自己分析的民调就会非常细嘛 不同的肤色 拉丁裔啊 或是非裔啊 然后男性女性 华裔啊 这种他们都会区分的很清楚 然后就会发现 本来预期贺锦丽比较吃香的 好像也没有 因为听到好像是说阿拉伯裔在美国的 以前他们其实都是蛮明显 要支持民主党这一边 他说可是这一次他们很罕见的是不表态 他说因为就是因为拜登 他一直支持 以色列 对 所以他们就在说 哇那这次川普是不是真的 又要当选了 所以其实真的就环环相扣啊 其实现在以色列的任何动作 我觉得对美国选民 看在眼里 有多少少可能也都会影响到 他们的一些在选票的这些意向 对 然后再来就是比特币 他们说哇比特币又开始刷 开始 这我都没特别注意耶 我想说哎哟 不得了了 对 总而言之 从这礼拜开始 已经有些周已经开始在投票了 等于是说 他们现在投票座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 紧张紧张 紧张 刺激刺激 好 还有就是自己 我们自己有一个投票案 这个礼拜 也一度蛮受到关注的 就是如果是金融的朋友的话 有公民团体发起的罢免金融市长 谢国良的投票 历经两阶段联署之后呢 是在礼拜天10月13号投票 那投票人数是15万多 投票率呢 有到50%以上 最后开出来的不同意票是8万多 那同意票是6万9千多票 这罢免案就遭到否决了 所以依法 谢国良在接下来市长任内 你都不可以再对他提出罢免的提议 而谢国良是在开票之后出来 那表示说呢 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他感谢上帝跟信仰的扶持 还一度激动落泪 而在水民结构栏 大于绿的基隆 拆量发言人林茵茵是表示 虽然不成功 但是已经是完成了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行动 罢免案领先人戴景安表示 这场罢免呢 是人民权力的完美示范 所以在金融市长罢免 这一战呢算是已经结束了 但现在又有几件 针对了国民党立委的罢免行动 正在酝酿当中 就民党立委直接点名了9名 他们觉得有机会 可以把他罢掉的国民党立委 然后希望呢 借此就把这个9个席位 让民党拿下来 那民党就可以变成了 国会多数席次 和民党秘书长林又昌就表示 罢免不是民主政治的常态 比大选还困难 可能不要去谈透过罢免 来增加国会席次 这个角度 他觉得并不是很健康 我其实还蛮感谢 他这段发言的 有点有趣 就是什么时候罢免 变成是一个 不支持这个人的一个手段 但是他明明就也是透过民主制度 选出来的 我个人是觉得太不稳定了 对于整个政治的现况来说 就是明明我们就是选完了 选完这四年 就是必须有一个四年的 相对稳定的一个政治结构 我所谓的稳定 当然就是板块或大或小 但这四年都是这样子的比例 我们来运作操作嘛 那这年其实也很快 我是可以明白 也理解说 我们希望你可以好好做事啦 但是应该会有该监督他的人 去监督他嘛 而且再怎么样 你下次还是投票啊 这好像后来变成是一种 好像自从就是 海员长当初在高雄 被罢免成功之后 好像这就变成是一个 方法 其实我 其实你想想看 有时候在政治气氛 或是势力 彼此不相上下的时候 就是最紧张的时候 例如说你像现在 民党共和党 他们就是五五波嘛 对 有一半人赞成 就有一半人的反对嘛 对不对 那你说 虽然我反对你 可是还是你有 那么多的选票去支持你 我们还是必须去尊重 跟承认 支持你的选票 在未来这几年 提供给你执政的基础啊 要不然这个游戏 要怎么玩下去 因为总会有一半人反对 还是会尊重这个民主制度 对对对对 对大致 对所有的人的决定 表达了尊重 对啊 真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多数也要尊重少数 好啦 希望不要有人生气我 我不想到 我现在讲政治都很害怕 即便我们做新闻的 都要戒险恐惧 接下来讲这件事情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第一时间就在当事人的脸书上 是有看到 但后来呢 真的是变成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讨论 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就是纪录片 这个看见台湾 齐波林祈导演的儿子 齐廷环 他在10月11号呢 受邀到苗栗县的一个图书馆 做演讲 演讲对象呢 都是一些长辈们 结果没有想到 我县府的一个徐姓承办员 传讯息 传LINE 要给他的同事 就传错了 传给了这个演讲者 祈导的儿子 这个齐廷环 传什么呢 传说这个 祈导的儿子呢 靠他老爸的语音 也能够吃一辈子啊 就是 其实就是说 他靠八足 哇 其实在那个现场 他有一个空档 他顺手拿了手机来看 就看到这个活动承办人 传了这个讯息 他当下觉得 这个实在是太羞辱了 所以他就是 留下了车马费 然后现场就离开 那后续这个现场 中锦也斥责了 这个他们下面的人 然后也非常认真的 跟这个 齐廷环先生来致歉 哇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说 两个层面 第一 讯息 传错 这真的是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会非常可怕 然后第二个层面是 祈导的儿子真的 心里头真的太委屈了 他会让我去想到 因为我曾经那时候 在看见台湾的时候 有访过祈导 他曾经付出的那些 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般的公务人员而已 你会觉得他那个热情 很让人 真的非常感动 然后有时候 佩服很多人的一些地方 是在于 他们要做的那件事情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对 你说如果今天换了事 我叫我这样做 我就想 我要考虑一下 我就是有必要 他的牺牲非常大 他不只是自己 所有能够拿出来 身家都拿出来 他甚至还放弃了自己 就快要退休 可以就是 公务员有很好的一些 退休的一些条件嘛 都放弃了 然后就为了要拍这个 所以我一说 这样的一个用心 然后 会被人 曲解 用这种方式来做解读 其实看来是还蛮伤心的 我觉得可能也蛮符合 现在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 因为其实蛮多网友 也会在 各种的新闻下面 就会留言 就是 你好像很不经意的 说出了一句话 其实你都在 严重伤害的那一个人 你讲的非常严重伤害 真的是严重伤害 总而言之 我还是非常的 谢谢 就是 齐廷环先生 我没有碰过他 我就会碰过他的父亲 可是 显健在他父亲离开之后 他真的是 把爸爸留下来的 很勇敢去接住了 然后各种方式 把爸爸留给他 这么好的一些 想法理念 一步一脚印 你看他去 不管什么样 或大或小 然后去跟人家分享 分享 台湾这片土地的美好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 好好爱护 不要去破坏 我非常佩服 其实 现在看见台湾也有路跑了 我去年 应该是去年的 我还担任他们 那个代言人 因为我本身有跑步嘛 他们持续 其实都还是有做很多 其他活动的推广 就衍生出去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钦佩 还是多点了解 少些批评啦 好 如果平常没有什么时间 或心思关注新闻 一个礼拜十五分钟 欢迎大家听我们说一说 休门后我们聊新闻 也说新闻 每个礼拜二五更新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跟五星评价 也邀请追踪我们的 IG或粉专 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那我们就下礼拜二 公众再会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